劉嘉玲、曾志偉、邱淑貞和陳展鵬等等一群圈中名人 這日就一起出席晚宴 看到最近華仔的演唱會一票難求 就連嘉玲姐都搶不到票要向華仔求救 我已經是用盡我很大的手段了 基本上都已經問完所有的人 但他們都幫不到我 我唯有硬著頭皮去敲華仔的門 我就發了個訊息給他 我希望可以幫我解決一下這些問題 不過最近就傳出韋仔打算退休的消息 到底又是否真的呢 他情緒病而已 真的不知道 有一天他真的很堅持要退休 我也沒辦法 當然作為我來說我也不想他退休 至於很久都沒有出席過公開場合的優淑貞 不知道又會不會有機會復出拍戲呢 會不會再出來拍戲 我想可以在這裡告訴大家 是不可能的 很難啊 難找到這麼大的戲 讓大家心動出來拍戲實在很難 沒有啦 沒有人看 怎麼可能 另外剛剛跟女朋友 善文猶在倫敦度假回來的展盤 對於被人偷拍完再賣給媒體 又會不會生氣呢 我自己又不會專門去防範太多事情 因為我做的事情又不是不見得光的 只不過就想不到 放在媒體上這樣去做 今次的故事都寫得挺甜的 都沒什麼問題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 下次就主動點過來 或者跟我合張照 可以留念不就更加好 好孝頓